陳老師工作設出品 Hi, 我是陳老師 在公園1142年 岳飛以莫須有的罪名被處死在大理寺中 而莫須有這三個字也成為我們經常用的詞語 莫須有即是無憾 即是六月飛箱的朋友 很多人跑出來說 岳飛肯定是不懂政治 所以令人被迫害 大佬, 岳飛二十歲已經入官場 四十歲已經手握重兵 有甚麼可能是政治白痴 李白痴也未白痴 岳飛是一個在官場上很懂得做人的人 甚至乎很懂得經營這些人物關係 岳飛很懂得知人善任 就算硬被人塞進了皇親國戚的惡家軍 他也不會說不 所以他不會隨便去樹敵 另一個部分, 岳飛也很善於包容 其他與他政見不合的人 主要是當時在南宋 一個是主戰派 一個是主和派 秦繪就是主和派的領頭人 雖然正見不合 所以岳飛之所以要死 不是説他情傷高不高, 得罪人 不是這些問題 亦不是因為他手握重兵 最主要原因 就是他促及了趙寇的既得利益 你看趙寇, 他現在是皇帝 他之前不是皇帝 如果岳飛去北伐成功 結果會接回異性 即那兩個垃圾皇帝 回來後會如何? 便會威脅自己的地位 我們再看看 首先這個北伐去營救異性 就是趙寇本身自己提出來的 因為當時在宋朝十分講究這個孝道 趙寇是宋徽宗的兒子 亦是宋陰宗的兄弟 所以救回他的父親和兄弟回來 是有輿論壓力的 他一定要救的 就算不想救, 也要救 這也是高宗趙寇 在早期拉攏民心和朝臣的手段 你以為岳飛的政治敏感度差 他一點都不差 開始皇帝說形異性 他就說形異性 但後來隨著宋金軍事形勢的改變 他就再也沒有提形異性的口號 在紹興七年即是公元1137年 宋徽宗在金國被鬼嚇死在異鄉 當時金人想扶植宋陰宗 在汴京成立一個魏朝廷 即是與南宋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 岳飛一知道這個消息之後 他在被趙寇的奏捷裡面 就再也沒有寫異性兩個字 而改成天眷兩個字 那什麼叫天眷呢 即是天子的家眷 即是趙寇的親戚 不再是異性 是趙寇的親戚 所以北伐的口號就變成 迎接高中皇帝的親戚 你想想 岳飛在就接的字眼都用得這麼準確 所以他的政治敏感度一定是相當高的 既然現在形異性變成迎天眷 接親戚回來 根本就不會影響到趙寇的皇位 所以這件事根本就不是岳飛和趙寇 他們反面最核心的問題 這件事亦不足以令趙寇 狠下心來打倒岳飛 真正導致岳飛死的原因 是趙寇的以和之賊 在趙寇的自己的盤算裡面 只要可以不打仗 令到他可以在臨安做他的土皇帝 趙寇可以犧牲任何一個人 在趙寇十一年 即是公元的1141年 準備簽這個趙寇和約 金人要求和談的前提 就是殺死岳飛 趙寇為了達成這個以和條件 就照做 而且還向金人稱臣 在和約上寫著 神 寇 神 即是神子 寇即是照寇自己 神 寇 大佬 向人稱臣 所以你說 秦繪是賣國賊 你們是不是認錯人 最後 喪權辱國的趙寇和約 又簽了 岳飛死了 開國皇帝也玩這些 真是祝他早日倒閉 對岳飛 很多人很有興趣的是 他背部的紋身 他媽媽是否真的幫他 黑了四個字 在背部 什麼精宗報國那些 因為這個故事 可能連你的兒子都知道 傳說 岳母為了激勵岳飛 在戰場內奮勇殺敵 然後在臨行前 在背部 聞了清明重陽四個大字 不是 是精宗報國四個大字 什麼黑字呢 黑字即是紋身 即是刺青 但古代刺青 其實用草墨寫在背部 然後拿瘦花針 這樣刮完 會令你永不退息 究竟岳飛的背部 有沒有精宗報國四個字呢 就算有 是他媽媽幫他黑的呢 我怎麼知道 但有一件事可以說 雖然民生是比較難 但其實宋朝 宋朝是很普通的东西 因为你看到古代的刑罚 尤其是宋代 犯罪的人会在面上刻字 你一见到他的面就知道他犯过罪 这些叫做墨刑 或者是瓊刑 纹在面上是坏人 但如果纹在其他地方 在宋朝也是很烟 很多人都很喜欢做 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纹身 我闻了白老虎在左手的手臂上 好聪明吗? 我闻了美少女战士在大腿上 既然每家每户都会去纹身 所以如果岳飞的老母式纹身 都不太出奇 民间故事又说 岳飞被人拘捕时 要脱衣服 脱衣服被人见到 他有精宗布国四个字 嚇到主审官都賴了屎 这段历史是有记录的 在旁边反映岳飞的背后 可能真的有纹身 但根据记载 黑的并不是精宗布国四的字 而是尽中布国四的字 甚至是岳飞墓 或是岳飞庙 那些牌匾都写尽中布国 所以就算要闻 也是闻尽中布国 而不是精宗布国 还有很搞笑的 就是看金融的武俠小说 一定听过一个词 叫做武穆遗书 即是以天同龙记 所谓的武穆遗书 又叫做破金要缺 相传是岳飞死前所写的兵书 你可能会问 武穆是谁 这是岳飞的嗜号 嗜号即是死后的名号 相传说岳飞那么厉害 一生岳家军的战无不胜 所以岳飞写的兵书 一定是很厉害的 所以以天同龙记说 得到武穆遗书 就可以得到天下 后来 射雕的郭靖 得到这本书后 率领蒙古铁骑西征 然后立功 然后又凭借武穆遗书 防守襄阳城 那是不是真的有这本 武穆遗书呢? 你可能会问金庸才知道 金庸说 这本武穆遗书 是岳飞死后 他的同僚 韩世忠的下属 在皇宫偷出 最后流落江湖 问题是岳飞 在公元1142年死 武穆是岳飞的嗜号 死了才封 什么时候封的呢? 是宋孝宗 赵慎 在纯熙五年 即1178年加封 所以如果岳飞自己写的话 他不可能知道自己死后 会叫做武穆 一定不是岳飞写的 就算真的有这本武穆遗书 都是后人整理和编写出来的 现在市面上 都可以买到和武穆遗书有关的 拳譜等 但关键的问题是 在宋史上 是没有记录过这本书 历代的兵书 也没有记录过这本书 人家岳飞是打仗的 教你打拳的吗? 你以为是叶文? 所以大概率 这本所谓的武穆遗书 应该是金庸老作的 有时我觉得人们都很可笑 不知道是不是学历史 学到黏了 前段时间有一个游戏 叫做江南白景图 有一张插图画岳飞 这张图的岳飞 赤裸上身 然后脱下头盔 头盔上有个羊字 身边也站着一只羊仔 有些人说 这个代表玉坦牵羊 那什么叫玉坦牵羊呢? 在左转圈弓十二年里 寫 玉坦牵羊的意思是 古代战败投降的一个仪式 被人骂爆了 又说 侮辱了民族英雄 又说侮辱了岳飞 大家受不了 大家心碎 玻璃心都碎了 最后 令人家的游戏公司 要出道歉信 说自己做得不好 没有考虑到大家的情感 是不是瘋了 现在这些人 如果你看历史 经常带着情绪 带着很多东西去看 我真的建议你 拜托你不要看历史 如果你就是想听一些你想听的历史 你也不要看历史 别人画一张插图 你要不要上线 还帮别人找成语 找典故 可能你画的时候 根本就没想到那么多东西 是你帮别人想的 所以 我觉得人家真是诋毁岳飞的 并不是画画的人 而是想出来 帮别人上线上线的人 你才在诋毁岳飞 如果你这么想听一些 符合你自己的观点 赚赚那个朝代好的历史 那你听我说话 你不是听大家一致的观点 别人说好 你跟着说好 你就继续听一些好的 你听我说什么 我说我要说的东西 就有我的观点 大哥 当你站在你的道德高地 说我说话有偏颇的时候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站在你的位置 你的观点 是不是又真的不偏颇呢 你又凭什么那里来的自信 觉得你的观点才是对的呢 如果你觉得你的观点是对的 你应该自信的 你不应该来反驳我的 因为就算我怎么说 我也是错的 你明白吗 大哥 说成功又不行 说成和又不行 说岳飞又不行 喂 那些是你的亲戚吗 是不是你的亲戚 神经病 他们古代人 死了九百多年 说一下不行吗 是你有问题 还是我有问题 所以一年多集 我真的想着 认认真真地说一下 岳飞 秦会 和赵构 究竟这三个人 哪一个才是人渣 其实之前说了一期 正康之耻 其实这段历史 是碎了很多人的玻璃心 大家不敢提 不好意思提 不愿意提 最好就是不要提 其实你看回整个悠久的历史 岳飞之所以会拥有成名 秦会之所以会恶名超注 原因并非因为岳飞最忠心 最好打或者最受冤屈 大哥 因为这样的武将 在中国历史上大把 死得硬 也有 而秦会的奸恶形象 你去对比一下其他奸臣 你真的对比一下 你随便找奸臣出来 大哥 他连前二十名都进不了 为什么秦会和岳飞 会那么出名 他们之间所代表的正义 和邪恶的反差 为什么会那么大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可能 你是受到很多很多 你根本搞不清楚的一些 历朝历代的人的观点 而导致你有这样的想法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 因为他们刚刚经历完 由北宋变成南宋的历史转捩点 静康知词 因为这件事实在太过养衰 这件事是当时宋朝的人 心里没有办法弥补的痛 可能说过了一百两百年三百年 都不想提 而秦会 他怎样卖国怎样奸 是不是又真的是秦会一个人做的 那个躲在层层为幕之后的召架 他又在做些什么呢 他是不是又真是一个好皇帝呢 当你在这儿骂秦会 当你吃油炸鬼 或要炸死秦会的时候 当你赞颂岳飞 说他是一个民族英雄 连个游戏画图 都不能画错的时候 你是不是又真是 这么了解岳飞呢 问一下自己 才再出声 不要就是会哒哒哒哒 就是会骂就是会打字 只会显得你 好无文化 一知半解看标题 就在这儿炮轰 我真是劝你 收皮吧 无可否认 岳飞的确是一个英雄 但真实的岳飞 和我们印象中 想象中的岳飞 是不是真的一样呢 其实为了这个影视人物的索造 或者是迎合观众的视觉 你也认为了 你也认为了 岳飞的印象 肯定是高大英俊 很年轻 已经是位高权重 你印象中的他 EQ 比较低 不懂变痛 政治敏感度低 和同僚的关系差 最后就被奸臣秦潜 陷害而死 总之是一个悲剧人物 大佬 之前你听过 说刘比 你也知道 正史和文学作品 之间的差别 真的可以很大 一个故事 如果说了一百次 假的也会变成真的 究竟历史上的岳飞 是一个怎样的人 真实的岳飞 和我们所熟知的形象 有什么不一样呢 首先 外貌协会 先看看她的样子 你看过电视剧一支 王晓明 那些 白岳飞 又高大又英俊 又年轻 又年轻 总之就是一个 青凉白正的白面书生 骁勇善战又好打 这些当然是影视剧 为了迎合你的现代审美而做 岳飞的真实外貌 其实不一样 和岳飞同一个时代的 南宋著名画师 刘松年留下了一些画作 有一幅画叫做中兴四象图卷 这幅画清晰地描绘了岳飞当时的掌相 岳飞的头是比其他人大 而且表面很圆 身材是肥肥的 有啤酒肚 没错 啤酒肚也叫做将军肚 以前很多人都有这些身材 包括唐太宗李世文 也有啤酒肚 所以绝对不是黄晓明的样子 事书又说了 岳飞年本二十岁 便可以射出一支 三百宋斤的弓箭 宋朝一斤即是597克 即是当时的三百斤即是现在的三百五十斤 哇 一般人应该是拉不起这些弓箭 而古代的一些将领 其实不像我们现在见到的 筋肉人、肌肉男 八旧腹肌那些朋友 而是像打K1格斗那些 即是玩一些蒙古雙泊 即是那条腰很粗很肥 一个大肥佬的形象 除了之前说说李世文 赵康印也是这样 都是有个大肚腩和肥肥的 这些打将出身的皇帝也好 将领也好 他们身材其实当时是含脂量会比较高 这些身材和现在的K1格斗 用体脂来换取力量型的攻击 所以这些人其实是很好打的 好打过你的筋肉人 因为就算不好打 你肉腾腾 打到你的身上都可以缓冲一下 第二个误会就是岳飞的性格 岳飞很坚强很勇敢 这个是必然的 但是呢 华仔也说过 男人哭巴哭巴不是罪 其实岳飞的人都挺感性的 他很容易会流眼泪 例如一些出兵时候的军前演说 或者说到一些国事的时候 他都常常会哭 就连家里的小朋友都笑他爸爸 常常为何哭 所以岳飞也是一个 挺忧心 忧国忧民 挺感性的一个人 所以你以为岳飞昨天寡言 又不说话 很严肃的形象 就是不对的 甚至乎有些人说岳飞 不懂得说话 历史上真正的岳飞 口才非常好 有时的嘴巴都挺贱 都是一个宋朝的毒舌KOL 为人不单止不是沉默寡言 而且相当健谈 他的业余哀号 就是喜欢和他的幕僚 和他的同伴 去谈古论金 有空无事讲讲历史 甚至乎还会谈通宵 例如我现在凌晨5点39分 正在录音 但随着他年纪越来越大 他说话越来越少 变得越来越深沉 是真的 主要是因为他年纪轻轻 已经身居要值 为了调和人与人之间的一些关系 或者是保持政治上的谨慎姿态 所以就收了声 所以你说岳飞情商低 说他禍从口出 其实是有些问题 他早就知道这个问题 还有很多人都说 岳飞有一支岳家军 这支军队厉害得所向披微 那些人就问 岳飞为什么不造反 造反有四要素 第一个是兵权 他有 第二个是财权 他没有 第三个是威望 论威望 岳飞还未够威望 而最关键是财权 他没有钱 所以退一万步 就算岳飞真的想着 谋少三位 他也是谋不到的 那些人可能又会说 你是陈老师 又以小人之心 量岳飞之福 大佬推测一下 又不行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就是 当时如果 假如岳飞有这样的机会 去造反的话 他非但不可能造反成功 反而还会令到 在北边的金人有机可乘 令到整个南宋都会灭亡 这件事绝对是他不想见到的 不是说他有没有能力造反的问题 而是他根本没有这个机会 没有这个时机去做这件事 就算真的有 最后也会被金人趁机灭亡 然后还会背上千年的马鸣 亦有人说岳飞很喜欢打仗 是一个战争狂烈分子 岳飞曾经不止一次上书高中赵寇 然后叫赵寇批准自己持官回家 有人说他扮演 之后再说 赵寇说 喂大哥 国难当前 你还去环游世界? 即是说到旅游一件事 岳飞真的很喜欢旅游 而且还是一个文艺小青年 你看看岳飞早年的诗词 很喜欢描写自然的风景 岳家军他们的高级将领 每年都会集体春游 即是有这样的传统 各位高层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春游日 你们买好薯片和零食味 即是春游的传统 甚至乎在岳飞被杀害之后 都继续保持一段时间 哎呀 岳飞将军就这样走了 下年不可以再和我们一起去春游了 我们约巡潰去算了 岳飞早已计划自己以后 葬去哪里了 他打算葬的地方 不是他的乡下 唐蔭 也不是他注册了七年的岳州 而是鲁山 鲁山出名 风景漂亮 岳飞自己也很色彩 他知道自己的军队实在太多人了 经常都和赵寇说 喂 皇上你不如在裁减士兵 太多士兵了 但一个麻烦 我谋反大家都不要 又或者令你误以为我会造反 那又大家都不要 岳飞也是信佛的 他和当时鲁山的住持 卫海是好朋友 他希望自己的退休生活 可以在鲁山的东南寺过 有空看看河花 敲墨雨 谈谈佛街 所以说老实 岳飞更加喜欢平淡平静的生活 怎会喜欢去打仗 不是你静康之痴那两条茂里 搞到北宋变南宋 也不用搞那么多事情 早就回到鲁山做和尚 不用出来走吗 出来走还要玩 还要被静康之痴那两条茂里的小孩 迫害